美国政府停摆即将迈入第六个星期 就在大家都以为政府会持续停摆 又或者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时 美国政府在昨天竟然出现了重新开门的曙光 特朗普突然就放软姿态 他宣布与国会达成了协议 暂时恢复联邦政府运作三个星期 同时为美墨边境围墙进行谈判 而他的这项决定也结束了美国史上最长的政府停摆 也让80万名受影响的公务员终于可以恢复上班 有薪水拿了 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终于打破了政府停摆35天的僵局 宣布和国会达成协议 将签署重开政府三个星期到2月15号的法案 特朗普随后承诺受影响的公务员很快就会有薪水拿 并希望民主共和两党可以协商出一个更好更安全的协议 不过他也不忘软硬监师再次强调一定要兴建美墨围墙 还警告如果他在国会得不到一个公平的协议 就会让政府再次关门 甚至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诺西在大批民主党议员的陪同下 签下了结束政府停摆的法案 随后佩诺西和参议院少数领袖舒默一起召开记者会表示 特朗普的决定对于50万名公务员来说是个好消息 舒默也形容这次是民主党谈判的胜利 要总统学乖不要再小看民主党的力量 虽然政府终于结束了长达五个星期的停摆 但不少备受牵连的员工还是担心 政府将会再度面临关门的命运 无论如何就有传媒分析指 让特朗普终于肯让步的原因 很可能是因为停摆带来的影响给他不少的压力 不只打击了美国的经济增长 也大大影响了他的名望 因此他也不得不暂时妥协 肥巴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